灰袍兽小男子随即便飞向了不远处的一座云层上的宫殿,准备在远处盯着,他没打算请谁帮忙,因为一旦别的道君帮忙,请弱的没意义,请比他强的恐怕得分出大半,他可不愿意。 修行就是如此,有的修行者一心修道,冒险历练,可有的却更喜欢从其他修行者身上掠夺,毕竟掠夺才是得到宝物最快的途径,可这条路也很是危险,因为掠得的对象说不定就有什么可怕的杀招,所以有得就有失。 因为掠得带来的巨大好处,依旧有大量道君愿意这么干,只要成功一次,一般收获都是很惊人的,能够守住本心不试杀去掠夺的也有一些,纪宁就是其中一个,别的道君不惹他,他也不会主动招惹他人。 纪宁还没意识到自己被盯上了,他还很开心的将空间火明石以920万方卖掉,又替丹宝和苏游基买了他们所需的。 有了这新罗,我的实力也能大增了。 苏游基很是欢喜的拿着一白色的生罗法宝,而后看着纪宁说道,谢主任。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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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宝也在一旁乐呵,纪宁又开心又无奈,那新罗威力极大,又适合苏游基的魅惑一道,可却是足足需要580万方。 苏游基在这新罗旁犹豫了许久,他想买,可纪宁之前说,只是说500万方以下的,还是纪宁买了九大秘书所需的奇物后,看到这一幕,才说帮他买下的。 丹宝也买了丹炉以及炼财,也是花费了200万方有余。 唉,我身上只剩下几十万方了。 纪宁暗暗唏嘘,真是有多少都不够花呀。 像新建帝君的新建术,纪宁也惦记过,可也太贵了,比九大秘书贵得太多了,根本买不起。 加上新建室的前十室,纪宁早就得到了。 新建术的珍贵,是珍贵在心力和建术的结合的玄妙。 前十室就足够纪宁钻研很久了,且纪宁现在都没成心力修行者,更加不用急了。 将来随着修行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心力流和建道肯定要完美结合的,这样实力才能更强。 新建术终究是要弄到手的。 该走了。 纪宁笑着催道。 嗯,苏游秦拿着新锣,开心得很。 主人,我们去哪儿啊? 丹宝则是问道。 先向天牧宗借座洞府。 纪宁说道。 天牧城有十余万座洞府,就是供应修行者的。 只要花费混沌灵液,就能居住。 单单居住花费,还是很小的。 既宁拥有几十万封的混沌灵液,便是住在十个混沌季,都是足够了。 更何况,纪宁仅仅是在借助洞府,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下修炼九大秘术。 秘术到手,奇物到手,九大秘术也是该修炼了。 出来了。 在远处那座宫殿边缘处,灰袍瘦小男子正摇摇盯着飞鱼楼。 此刻,纪宁他们一行三人正走出飞鱼楼,个个面带笑意,正一边聊着,一边驾云飞行。 纪宁这时候的确是开心,因为他专程赶来这天牧城,就是为的九大秘术。 现在虽然混沌灵液花得差不多了,可该做的都做完了。 嗯? 纪宁忽然眉头微皱,因为远处一名灰袍瘦小道军朝这边飞了过来。 在省城天牧城碰到些道军是很正常的,可让纪宁警惕的是,这名灰袍瘦小道军正是之前自己在飞鱼楼内曾经碰到过的那个。 心中警惕,可表面上依旧是带着宿游机和丹宝继续飞行。 哼,非常突兀的黑雾就弥漫开来,黑雾浓郁无比,肉眼根本无法观看,瞬间就将周围数万里范围进阶笼罩。 同时,一股无形力量也作用在纪宁的身上,因为纪宁在发现黑雾笼罩时,就立即将宿游机担保收入到洞天法宝之内呢。 这股无形力量直接豁动着纪宁的魂魄,如果真的是普通二不道军,可就中招了,可惜他面对的是纪宁。 祸动魂魄,连游机的手段都比不上,哼,纪宁虽然不太在意,却依旧是全力以赴,狮子薄兔,易用全力。 死,那名灰袍少小男子显现出六条手臂,挥舞着六柄弯刀,弯刀呼啸撕裂虚空,直接斩杀向纪宁。 纪宁四面八方虚空都开始碎裂,进阶都是刀光。 又是秘术蛊惑我内心,又是近身搏杀,够狠的。 纪宁右手一伸,手中出现一柄北红剑。 破,纪宁一剑刺出,看似普普通通的一剑,可那灰袍瘦小男子明明是掀皮处的刀光都还没到纪宁面前呢,纪宁的剑却已经是刺在了他的眉心。 快,超乎想象的快,终极剑道之滴血。 纪宁如今五大最强之道,也就滴血剑有了些突破,所以终极剑道之滴血施展起来也是威力最强的,比和清风圣主交手时要强了一些。 和清风圣主的杀招相比,威力都很接近了。 这,怎么,怎么可能? 灰袍瘦小男子眼中掠过一丝骇然,怎么可能他的六柄剑碰都碰不到纪宁的剑呢?怎么可能会快成这样? 砰! 滴血一剑,穿透力量直接传递到灰袍瘦小男子体内,瞬间就将灰袍瘦小男子的身躯震得粉碎湮灭,当场毕命。 许致,清风圣主的杀招可是直接杀四部道军的,纪宁这一剑威力也相差不大了。 没想到刚出废玉楼就遇到了袭击,纪宁挥手就输了这灰袍瘦小男子遗留的法宝等物。 宝物动人心,修行者也不例外。 哼! 忽然,遥远处那十余万座洞府的方向, 其中一道洞府忽然一道可怕的黑色雾气冲天而起。 纪宁摇摇一看,那黑色雾气中,隐隐有着一双毛子看向他,满是杀机。 宁! 无形的波动瞬间弥漫开,虽然相距很远,可纪宁所在处的空间瞬间完全凝固。 纪宁立即感应到了冥冥中的可怕威胁感, 那股可怕的威胁感丝毫不亚于在空间洞府遇到的永恒帝君。 纪宁立即心中惊颤,明白不妙, 他立即阴影猜出刚才所杀的那位三步道军和这位可怕大能者应该是有些关联。 怎么会这样? 之前心情还极好的纪宁立即脸色大变。 躲! 纪宁顾不得其他,立即化作流光,速度飙升到十倍光速,朝旁边最近的飞羽楼便冲了过去。 飞羽楼离得很近,纪宁搜的就钻回了飞羽楼。 按照盗盟的规矩,八大圣余内的宫殿洞府阵法禁制内是绝对禁止动手的,一旦动手则将生死盗销。 这家伙是很厉害,不过恐怕也不敢挑衅整个盗盟的权威吧。 纪宁躲进飞羽楼后也稍稍松了口气, 毕竟就算是离星公主或者历史上的万神道君也不会正面挑衅盗盟的。 盗盟的底蕴深不可测,是整个无尽疆域最庞大的势力。 正面挑衅,三大主宰有这个势力也不会这么干。 好大的动静,怎么回事? 飞羽楼内的一些客人侍者们也都朝外看着。 纪宁之前和那回跑小男子交战虽然很快,却也动静不小, 纪宁却顾不得他人的眼光,他正盯着外面看着。 在远处,宁前空间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一团黑雾, 跟着黑雾凝化成一道身影。 他,黑色华丽长袍,火红色的头发,火红色的眼睛, 眼眸中也带着邪恶以及杀意, 正摇摇看着已经躲进飞羽楼内的纪宁。 纪宁也盯着他,二者摇摇视线碰撞。 有点胆子,难怪敢杀我孔洒的弟子。 孔洒道军淡然站在虚空中, 自有超然以及霸道, 正是实力修行达到极高深地步后, 甚至纵横无尽疆域南风敌手后的自信霸道。 孔洒? 在飞羽楼内的纪宁听到这话, 立即心中一惊。 星图中, 关于吴锦将于一些名声赫赫的道军都是有些记载的, 虽然记载的不算详细, 却也能够模糊地明白孔洒道军的实力。 孔洒道军, 纪宁在飞羽楼内的阵法进至庇护下, 冷声地说道, 想必以你的实力也很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那徒儿突然偷袭我, 要杀我, 我可没招惹他, 他既然吓死毒手, 就不能怪我反击了, 我也仅仅是出了一件而已。 他偷袭你, 要杀你, 失败了, 被你杀死这也很是正常。 远处的孔洒道军淡然地盯着纪宁, 只是被他这么盯着, 也让人不由地心中发愣。 可他是我徒儿, 我徒儿被你杀了, 我自然要杀你, 你如果有耐心, 就一辈子待在飞羽楼吧, 只要你出来, 我必定会杀了你。 声音很是平淡, 可其中杀意却非常的浓郁, 没有一丝转圆于地。 哼, 纪宁瞳孔一缩, 当即转头就走。 飞羽楼内一些修行者们, 以及侍者们都好奇, 干着外面纪宁和孔洒道军彼此的对话。 哎, 这个白衣道军惨了, 竟然惹到孔洒道军, 以孔洒道军的性子, 肯定要杀他的。 哎, 也是他倒霉, 孔洒的徒儿怎么随便就能被杀呢? 这个白衣道军也很是厉害了, 明明就是个二部道军, 却轻而易举就斩杀了孔洒道军的弟子。 他的弟子也来我们飞羽楼好些次了, 经常给他师父孔洒薄腿, 好歹也是个三部道军, 没想到一眨眼就丢掉性命, 连向他师父求救都来不及。 这些修行者、 侍者们都在彼此的议论着, 特别是飞羽楼的侍者们更是说的随意, 他们或许实力弱, 可他们是天目宗的, 在天目城有一个铁则, 那就是绝对不允许动天目宗的弟子, 即便你是帝君, 只要在天目城范围内也是不得违反, 在这一点上八大圣城是共通的。 几宁步入楼内, 那些修行者、 侍者们的目光也落在了几宁的身上, 自然也就不再议论了, 几宁的面容严峻, 眉头微醋着, 显然是有心思, 被孔洒道军盯上, 这的确是个大麻烦, 不过几宁倒也不是真的怕, 毕竟他有死去主宰赐予的两份道符, 蕴含主宰公鸡的道符, 大不了就用掉一张, 不过几宁很清楚这两份道符的价值, 那是无价之宝, 那位剑道主宰也是明知必死, 才不惜代价的炼制这道符的, 这两份道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是几宁的护身符, 几宁轻易是不会用的。 前辈, 之前接待过几宁的一族侍女走了过来, 对了, 听说你们飞玉楼再过一个多月, 会有一场珍宝会, 几宁忽然笑道, 飞玉楼内的旁边一些客人侍者们也暗暗称奇, 这个二部道军都到这份上了, 还笑得出来。 一族侍女则是连声回答道, 是的前辈, 一个多月后, 我们飞玉楼的确有一场珍宝会, 这次宝贝可不少, 珍宝会的宝物的底价可比外面买的要低, 说不定就能得到便宜的好宝贝呢。 珍宝会起价低, 也是吸引修行者的一个因素。 现在我被孔萨道军给盯上了, 一时间也出不去, 反正也无聊得很, 也去见识见识这珍宝会吧。 惊笑道, 给我一件静事, 我要静等一个多月后的珍宝会了, 好, 请跟我来。 珍宝会有一些很便宜的座位, 有些是很隐秘的静事, 要购买极为贵重的奇宝法宝, 又想要隐藏身份, 一般就会待在静事里, 只要在静事, 那么是谁都不会去打扰的, 这是飞玉楼的规矩。 看着静宁和一族侍女走了开去, 那些客人们侍者们也议论纷纷, 这个白衣道军还真够镇定的。 是啊, 明知孔萨道军盯着自己, 他还悠闲的去参加珍宝会, 依我看呢, 他恐怕会长期待在飞玉楼, 不敢出去了。 外面的议论, 姬宁也是懒得理会, 很快他就在侍女的带领下来到一间静室内, 道军们寿命无尽的悠长, 参加珍宝会提前几个月都是很正常的。 前辈, 在禁室内只要你不主动召唤, 谁都不会来打扰的, 别说外面那位孔萨道军了, 就算我们飞玉楼自己也不会来打扰。 我相信你们天目宗, 姬宁点头道, 我现在有一件事要你去做, 请前辈吩咐, 嗯, 我要一份关于孔萨道军的详细情报, 越详细越好, 他的一切秘书手段, 还有他过去和其他大能交手的消息, 一切要你们天目宗所能得到的最详细的。 一族侍女也不吃惊, 他点点头道, 最详细的价格也极高, 需要十万方混沌灵业, 好, 就十万方。 越是强大的修行者, 他们的情报也就越贵, 芒芽国给的星图上有无尽疆域几乎所有道军的介绍, 可也只是大概的介绍, 这种极详细情报搜集起来还是很难的。 请等上片刻, 一族侍女恭敬地说道, 随即便退去了。 进室内, 季宁独自一个人挥手旁边就出现了丹宝和苏游基。 主人, 怎么了? 苏游基连声问道, 刚才主人怎么将我们收起来了? 丹宝也疑惑, 现在有些麻烦。 纪宁将刚才的事都说了一遍, 听得苏游基丹宝也脸色大变。 苏游基担心道, 听主人所说, 这孔萨道军非常厉害, 这下该如何是好啊? 哈哈, 倒也不必太担心, 反正我们这边有吃有喝, 何须烦恼? 纪宁拿起旁边一酒壶倒下美酒, 悠闲端着酒杯喝了起来, 同时瞥了眼丹宝和苏游基, 哎, 别傻站着, 都坐下, 陪我喝酒。 苏游基丹宝有些心不在焉, 不过也都坐了过来, 喝酒喝了片刻, 咚咚咚, 外面有敲门声, 进来, 纪宁开口, 外面正是一族侍女, 他将一片玉碱递给纪宁, 恭敬地说道, 前辈, 一切关于孔萨道军的情报都在上面, 天目宗除了法宝交易之外, 这种情报交易同样也是有的。 嗯, 纪宁这才放下酒杯, 郑重地拿着玉碱开始查看了起来, 同时扔给了一族侍女一储物法宝, 你先出去吧。 侍女查看了下储物法宝, 而后便乖乖地离去了, 有事前辈尽管炸唤我, 纪宁点了点头, 门就给关上了。 孔萨, 纪宁则是拿着玉碱, 了解着孔萨道军的一切讯息。 纪宁看着看着, 眉头就皱了起来, 真强啊, 实力之强在道军中应该能排在第二级别吧。 在纪宁的认知中, 无尽疆域的道军第一级别, 就是离心公主万神道军他们这一层次的。 离心公主曾三道就斩杀一名永恒帝君, 万神道军也曾追的梅洛波大帝只能狼狈逃窜。 须知, 梅洛波大帝乃是永恒一族, 是血脉觉醒的永恒帝君, 现如今都还活着, 非那些最普通的永恒帝君所能比的。 可面对万神道军也只是狼狈而逃, 真正比起来论疯狂攻击, 万神道军可比离心公主差点, 可论韧性却是万神道军要强上一筹的。 刀道、剑道本就是功法之道。 空洒道均比离心公主弱上一些, 可就算离心公主都杀不了他。 激宁周眉道, 他擅长黑暗一道, 能够化身黑暗几乎是不死之身。 因为化身黑暗对空间掌握极为厉害, 并且顿数也达到三十六倍光速。 黑暗本就是诡异莫测, 会影响魂魄。 近距离薄杀更是可怕, 他解傲不逊, 没有门派, 是极为自私之辈。 死在他手下的四部岛军已经足有十六位, 如今暂居在天幕城的洞府内。 激宁越看越是头疼, 善战的道军不可怕, 活命能力强的道军 才是可怕的。 孔萨就是这样, 他化身黑暗几乎不死之身, 速度又快, 穿梭空间又擅长, 说逃就逃掉了, 厮杀起来也很是可怕, 看不出明显的弱点。 苏游几轻声开口道, 主人, 孔萨很难惹吗? 丹宝追问道, 既您受了预见, 点点头道, 何时难惹啊, 是最难惹的逆天道军, 李星公主出手都杀不了他。 这么强? 苏游几丹宝都吃惊, 李星公主可是芒牙国最强的道军了。 只是保命强而已, 攻击手段上肯定不如李星公主。 既您已有了打算, 当即说道, 丹宝, 游几, 我要修行些时日, 你们帮我护法, 别让飞玉楼的人来打扰。 是, 是, 丹宝和苏游几都应声道, 既您随即一挥手, 旁边就出现了一座低矮的草屋, 既您身体一患, 就一心进入草屋之内, 这草屋则是时光小行动天, 消耗些法力, 就能维持百倍时间加速。 草屋内, 既您盘膝而坐, 一挥手, 前面就出现了一排黑色葫芦, 每一个黑色葫芦内, 都存放着道之神雷, 道之神火等等各种奇物, 都是修炼九大秘术所需的。 啪啪, 两葫芦的筛子飞出, 顿时两道道之神雷飞向了既您, 一道是灰色充满着无尽毁灭意境的神雷, 一道是白色的, 仿佛充满无尽希望的神雷, 两道道之神雷搜的就钻进了既您体内, 轻易的就吸引住了各自的雷电支援。 九处雷电支援, 试试看吧, 按照我的推算, 我应该是有很大希望能成九重神雷的。 既您立即开始实验了起来, 啪啪, 噗, 时而混乱, 时而乍响, 不过既您却很是冷静,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学自单页七章的炼丹手法玄妙无比, 雷电力量本就狂放, 特别是九重神雷, 是要将八重神雷和燕界神雷完美结合。 八重神雷是何等的狂暴啊, 轻易的就灭了三部道军了, 燕界神雷也是九大道之神雷中最疯狂的, 操控他们只能顺着来, 阴势力道一次次逐渐的影响他们, 让他们看似在疯狂中却不知不觉的已经是在最精明的猎手纪宁的影响下进入了陷阱中, 这个阴势力道的修行过程足足持续了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既宁丝毫不敢松懈, 哼, 最终的巨变引起了轰鸣的巨像, 九重神雷诞生了, 这是一条美丽的黑色神雷, 他的黑色表面还有着无数的丝线, 就仿佛毛发一般, 整个九重神雷好似一条活物, 仿佛游龙, 他惬意的在纪宁的金丹混动空间中游走着, 纪宁松了口气, 睁开了眼睛, 伸出了右手, 哗, 一道温柔的黑色神雷从他的掌心冒了出来, 这看似温和完全内敛的雷电, 却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威能, 就这一道雷电就能杀死四部道军了, 纪宁有些唏嘘, 四部道军一般都神体了得, 假意护体, 可九重神雷却能直接杀死, 当然, 指的是一些普通的四部道军, 可这也是足够可怕的了, 九重神水要比九重神雷要容易些, 应该也能炼成, 纪宁稍微歇息了一日后, 便又继续修炼九重神水了, 花费两个多月炼成九重神雷, 花费半月炼成九重神水, 花费一个多月炼成九重神火, 在火焰上, 纪宁不如对雷电和神水的熟悉, 花费两个多月炼成九重厚土, 花费三个多月炼成九重玄金, 一门门密术接连炼成, 其中耗费时间最久的是九重神光, 毕竟在光之异道上, 纪宁懂得的确不多, 足足耗费了近十年时间才炼成, 反而威力最大, 按理说最难的九重虚空, 纪宁仅仅花费了两年就炼成了, 九大密术, 我竟然都炼成了, 纪宁在炼成最后的九重虚空后, 自己都有些难以置信, 他原本以为能将较弱的且自己熟悉的九重神水炼就成就不错了, 没想到虽然耗费了不少功夫, 可全部炼成了, 九大密术啊, 万神道君纵横无尽疆域的九大密术, 绝对是杀手锏, 自己竟然炼成了, 幸亏我有清华武器之力, 幸亏我悟的是终其剑道, 更幸亏丹叶七章, 纪宁略一私存就明白自己能炼成的缘故了, 按照万神道君所续说, 成了四部道君在炼丹上又极擅长, 对雷电、神光、神风等等又颇为擅长, 才能最终炼成, 纪宁呢, 他的秦华武器之力, 媲美四部道君的法力, 论炼丹技巧, 纪宁在丹尊者那儿, 可是修行了数百万年, 那时候他实力没什么突破, 在修行剑术之余, 几乎都是在参悟丹叶七章最高深的第七章的炼丹技巧, 他的炼丹技巧, 就算万神道君父神, 也无法和他相比, 至于在道的方面, 他在金之一道, 风之一道, 木之一道等等方面, 其实算不上多么擅长, 可是因为修行了明月武士, 无影见义的缘故, 需要融入万事万物中, 所以当初在异宇宙古域起源之地, 纪宁就亲自去感受了那死去的一大群永恒大能们的道的气息, 一切的道的气息, 他进阶熟悉, 进阶身容其中, 如此才能融入万物之中, 像金之一道, 风之一道等等, 纪宁算不上擅长, 可至少他都熟悉, 只有足够熟悉了, 熟悉这些道的秉性了, 纪宁才能融入其中, 消失无踪, 而修行秘书在炼化的时候, 就是要熟悉他们的秉性, 要顺着他们的秉性, 阴势力倒, 仿佛炼丹一样将他们都炼成了, 法力纪宁不学, 也熟悉秉性, 炼丹手法技巧上更是超越了万神道君, 这次一次性将九大秘书进阶炼成, 也就不奇怪了, 这一刻, 在道蒙八大圣域天幕城的飞玉楼内的一间静室内, 纪宁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将九大秘书都炼成了, 仗此秘书足以让无数道君色变恐惧,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不过既然炼成了九大秘书, 倒也不一定非得用主宰道符了, 纪宁思存道, 现在九大秘书我的最大傻招, 得想办法将九大秘书威力发挥到极致, 纪宁思索着, 主宰道符是底牌用掉就没了, 九大秘书却是自己的秘书, 可以无尽使用的, 当然得尽力提升威力, 如果非常蛮横的直接使用, 威力势大可并非极致, 如果将九种秘书当成九柄剑, 施展出终极剑道制阴阳剑义领域, 威力自然能大增, 我终极剑道, 低血剑义有了突破, 阴阳剑义却没有突破, 希望能有所突破, 这样九大秘书威力还能再提升一些, 当年的万神道君可是阵法大师, 他的九大秘书肯定是形成了可怕的阵法, 方才能压制梅洛波大帝, 吉宁显然要全力提升九大秘书的威力了, 不过九大秘书刚练成, 且先歇息歇息, 吉宁身体一动, 就出了草屋, 挥手收了草屋, 主人, 主人, 丹宝和苏油姬都是坐在静室的边缘朝下方看去, 怎么了? 吉宁笑道, 珍宝会开始了, 都开始好几天了, 丹宝说道, 随即又担忧道, 主人, 你到底怎么应对孔萨道君啊? 不急, 吉宁走到静室的边缘, 透过窗户朝下方看去, 此刻一场盛大的珍宝会正在热闹地举行着, 吉宁悠闲坐下, 拿起一旁的酒杯, 边饮酒, 边看着珍宝会, 珍宝会持续地进行着, 为了吸引道君, 珍宝会上也会出现一些极珍贵的宝物, 平常对外出售都是无价的, 必须用奇物才能换取的, 可在珍宝会上, 他们却有了价, 只是价格很高, 吉宁看着看着就笑了, 法宝的力量终究是有极限了, 如果有一些逆天的法宝, 一步道君都能对付四步道君, 不过法宝威力终究是有极限, 能发挥出媲美四步道君的一般都过千万方, 威力越往上提升, 价格就急剧上升, 既您看到一件最奢侈, 最疯狂的法宝也是最贵的, 是一件叫做刀之国度的阵法, 拥有这阵法, 一念下可令阵法幅度上一里, 且阵法内无数刀光浩荡, 威能之大, 寻常四步道君, 怕是瞬间就得毙命, 即便是杀不了的对手, 也能去压制束缚, 吉宁估摸着, 绝不亚于自己的九重神雷啊, 这件阵法法宝的底价就是八千万方, 最后是近一亿两千万方才被买下, 这些法宝都是外力, 一旁的担保也点头道, 不管是炼器还是炼丹, 终究是有极限, 之前我们在飞玉楼内看到的那一件, 能够发挥出媲美永恒帝君为能的法宝, 根本不可能能在珍宝会上出现, 一律都是以物换物的, 吉宁点头, 法宝是能够一次次长期使用, 道服仅仅一次就消耗掉了, 都是原本就内涵的威能激发, 制作起来要比法宝简单得多, 所以像吉宁的剑道主宰道服, 伟大主宰的时空盘, 都是一次性的, 珍宝会过了几天, 又来了一件压轴的, 一场珍宝会, 一般都会有十件左右的压轴宝物, 诸位道友, 珍宝会台上的那名老者高盛地说道, 这件法宝是由我们道盟千步帝君所炼制的重宝, 下方的众多道军们个个心中一动, 连在禁室内的禁宁也眼睛一亮朝下方看去, 千步帝君乃是无尽疆域排在前三的炼器大能, 老者手中上方飘浮着一艘巴掌大的黑色非洲, 整个非洲虽然小, 却自然有着让人心悸的锋芒, 看了就知道一定很快, 这是一件非洲法宝, 善于飞盾, 是帝君刚刚炼制成不久的, 连法宝名字都未定, 谁能买下它, 再给它起名吧, 老者笑道, 下方的道军们却不在乎, 法宝什么名字没有意义, 重要的是法宝到底有什么样的威能, 这件法宝速度可达百倍天道极限, 老者轻飘飘地说了句, 不顾下方的众多道军的狂热, 又接着说道, 底价六千万方, 六千一百万方, 立即从一处近视传出浑厚的声音, 六千五百万方, 下方作者的众多道军中, 其中一个在角落的金袍一族, 淡然说道, 六千八百万方, 这里终究是八大圣语之一, 道军众多, 飞盾法宝的价格一直都很高, 十倍光速的一般都过千万了, 百倍光速的一般都是以物换物, 虽说能炼制出百倍光速飞盾法宝的整个无尽疆域有好几个炼器大能, 可是炼制真的很是难呢, 且强大道军们又非常狂热的追捧, 因为百倍光速速度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极为罕见, 甚至大多永恒帝君的速度都没这么快。 禁室内的禁宁忽然起身, 主人, 主人, 担保游击都看向了禁宁, 禁宁却是走到禁室门口, 打开了门, 外面正是一直等候召唤的一族侍女, 前辈, 一族侍女虽然等了一个多月, 却依旧是恭恭敬敬, 现在正在珍宝的那间非洲, 我想要以物换物, 禁宁说道, 一族侍女一清, 那可是此次珍宝会十剑压轴之一啊, 他连声说道, 我已经传讯, 道军马上就到, 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便在禁宁前方凝聚显现, 正是之前曾经和禁宁交易过的银袍道军, 道友果真是大手笔, 银袍道军笑着道, 他看着眼前的白衣少年也很是惊骇, 看起来也就是一个二部道军, 却仿佛杀楼一样, 轻易杀死了三部道军, 之前就交易了超过四千万方了, 现在竟然还想要那非洲, 我们进来谈谈, 禁宁说道, 你在外面等着, 银袍道军吩咐了一族侍女一声, 便和禁宁一道入内, 而后门就关上了, 进室内, 银袍道军也走到了边缘窗户处, 看着下方笑咪咪的说道, 那可是百倍天道极限的非洲, 是非洲的极限, 一般都是以物换物的, 就算珍宝出售, 你看现在已经超过七千万方了, 我估计啊, 最终至少九千万方, 不管如何, 我飞玉楼也不能做亏本的买卖, 银袍宁点头, 他也相信, 最终价格怕不会低于九千万方, 我知道你们飞玉楼, 不止一件百倍天道极限速度的非洲, 银袍宁说道, 我想要以物换物, 以物换物, 银袍道军眼睛一亮, 他就喜欢以物换物啊, 非洲都要出售, 都是以物换物, 因为越是真奇的奇物, 才会有诸多的神奇威能, 一般的奇物可不行啊, 银袍道军轻声道, 你看了便知, 纪宁说完他一翻手, 掌中就出现了一颗表面不断在流动着的金色珠子, 万宝金煞, 银袍道军眼睛一亮, 这可是炼制四部道军傀儡的核心啊, 是可遇不可求的, 单单一颗万宝金煞, 可是不够的, 银袍道军摇头, 济宁又一翻手, 手中出现小型的淡绿色的玉瓶, 玉瓶口飞出了一颗通体血红色, 仿佛要低血的果实, 悬浮在半空中, 这, 这是, 银袍道军看了看, 而后面色都有些变了, 圣邪果, 天经圣邪果, 这玩意儿相对更罕见, 因为圣邪果树一般都是被最顶尖的古老大能所掌控, 须知, 连主宰都要为之争夺的, 所以圣邪果树结出的圣邪果, 也是在那等古老大能手里, 每一颗虽然各方势力收购是两千万方多点, 可那些古老大能是不在乎这点混沌灵液的, 一般都是以物换物, 这加起来可还是差些啊, 银袍道军看向纪宁说道, 一颗万宝金上和一颗天经圣邪果拿到珍宝会上, 我猜, 起价恐怕定个六千万方也是很正常的, 纪宁则是说道, 你说最后成交会是什么价? 银袍道军一争, 百倍天道极限速度的非洲虽然罕见, 可对外出售的也有不少, 如果不行, 那我就去其他家了, 你, 你还真是, 银袍道军无奈的笑了, 万宝金煞天经圣邪果的确非常吸引他, 可百倍光速的非洲也同样极珍贵啊, 两方价值都差不多, 好, 我非玉楼便和你换了, 银袍道军点头, 随即他俯瞰下方, 下方的报价已经上升到九千万方了, 只是明显更慢了, 九千五百万方, 银袍道军开口道, 九千五百五十万方, 悠悠道军咬牙开口道, 九千八百万方, 银袍道军懒得肺悟, 又再次提价, 银袍宿游姬丹宝都在一旁有些惊讶, 银袍道军看向银袍他们几个, 笑着说道, 哈哈, 自买自卖也很是正常, 我们压轴的宝物如果出的价不够高, 其实有些是自买回来的, 银袍他们哑然失笑, 飞玉楼这种做法宝买卖的, 还真不愿吃亏啊, 其实对天穆宗这种在道蒙内都算是巨无霸的势力而言, 混沌灵业的价值就没那么高了, 万宝金煞天金圣邪果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宇宙奇珍才是值得追求的, 万宝金煞的吸引力相对要低一些, 天金圣邪果是银袍道军答应此次交易的关键, 因为天穆宗需要天金圣邪果配合其他奇珍去炼丹, 最终非洲以九千八百万房成交了, 万宝金煞天金圣邪果到了银袍道军的手中, 非洲则到了纪宁的手里, 有什么奇物尽管来我飞玉楼, 银袍道军笑道, 我飞玉楼的珍宝奇宝, 甚至强大帝军都不惜代价炼制的道符都是有的, 都可以以物换物, 好说, 纪宁点头, 拿着非洲却暗暗点头, 单凭九大秘书对付孔萨道军是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 毕竟对方化身黑暗近乎不死之身, 可有了非洲至少自己想走就走, 万宝金煞天金圣邪果虽然重要, 可一个是炼器材料, 一个是炼丹材料, 纪宁又不懂炼器, 炼丹上又没钻研, 敢拿天津圣邪果去炼丹的, 恐怕万神道军都不一定有资格这么干。